第九十一章李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精明太白剑派的弟子 失踪已经数日时间 一直没有下落 谁都没有想到 再找到他们 竟然是一堆尸体了 已经调查清楚了 尸体是从县衙中送出来的 什么 剑衙 难道是 仔细检查过了 陆师兄他们 都是死于刀伤 一刀致命 刀伤 难道是县衙中的那个叫什么 断水流大师兄的疯子 一定是他 除了他 还有谁 可以将路师兄四人全部都杀死 而且还是一击致命 剑场的太白剑派弟子 一个个都义愤填膺 难以遏制心中的怒火 种种线索 都指向了县衙 好 小兄弟们 我觉得 你们现在就去县衙 讨一个公道 断水流肯定是凶手 就算他是县主李牧的师兄 也须遵守帝国律法 如果帝国律法管不了他 那你们手中的太白剑 也可以为他的信徒讨回公道 不知道何时 周震海出现在了人群中 一脸激愤地道 这样的话 赢得了其他太白剑派弟子的赞同 周老伯说得对 报仇 不火攻心的弟子们 发出一片义愤填膺之声 脚步声又传来 一头白发的周震月 和其他十几名太白剑派的弟子 都接到消息 来到了一桩之中 长老 周长老 陆师兄他们 长老 我们这么多天 到底在等什么 是啊 周长老 你得为陆师兄他们报仇啊 周长老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一定是李牧暗中出手 暗算了陆师兄他们 这个李牧 根本就是个吸血鬼 将江湖中人抓起来勒索 简直丧心病狂 陆师兄他们 定是不愿意屈服 不写熟书 所以才被杀害 我们太白剑派 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小宗门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看到外园长老周震月出现 太白剑派弟子们的情绪 就更激动了 这些天发生在太白县城中的事情 太白剑派的人 看得非常清楚 虽然李牧并未针对他们 因为他们在县城中还是很规矩的 但毕竟这些弟子们 也自认为是江湖中人 所以难免心有气气焉 对于李牧的感官 非常不好 闭嘴 周震月开口 内气激荡 犹如晴天一道雷 震得一桩屋顶瓦片抖动 太白剑派的弟子们 顿时都闭嘴了 周震月目光犀利 扫过众人 道 这么冲动 如何成事 记住你们师长说过的话 江湖中的水 永远都比你们想象的深 下山之前 你们的师尊 应该告诉过你们 律师的第一原则 是冷静 而不是一个个遇到一点事情 就像是被捅了一棍子的麻雀一样 否则 下一个死的 很可能就是你们 这话 说的语气很重 群情激愤的太白剑派弟子们 一个个都被骂得低下了头 周震月走到四名太白剑派弟子的尸体面前 仔细检查伤口 一边的周震海 看到这一幕 心中就有点虚 他心中忐忑 生怕被这位包凶看出来什么破绽 片刻 周震月站起来 看向在场的太白剑派弟子 都看看吧 好好看 看完 仔细想一想 再告诉我你们的结论 他面无表情地道 太白剑派的弟子们 于是又去检查这四具尸体 之前叫唤的最凶的几个 虽然依旧是一脸不愤 但还是老老实实照做了 大凶 一定是那李牧 知识断水流坐的 之前那几个小兄弟的判断没有错 李牧这个人渣 吸血鬼 他是做得出来这种事情的 周震海凑上去 山峰点火道 周震月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大凶 李牧这个人 无法无天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当初他就是这样 不问青红皂白 就杀了五二 我那可怜道啊 为了太白剑正是呕心沥血 却不得好死 他死得好惨 尸首都不全 呜呜呜 周震海说着 老泪纵横 痛哭了起来 他这一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惨模样 尾时可怜 让周围的太白剑派弟子们 有几个也都忍不住抹眼泪 这些日子 周震海颇费了一些心思 表现得热心且和善 塑造了一个善良孤寡老人的形象 与这些涉事未深的太白剑派弟子们打成了一片 很多弟子都非常同情这个老人 因此他这么一哭 弟子们对于李牧的憎恨就更强了 一边的周震月也是叹息了一声 冷静的脸上 多了一丝柔和之色 他原本想说的话 也都嫌回去了 毕竟 这是他的包弟啊 而被杀死的周五 是他的侄子 也是周家亲壮年一代的领军人物 虽然这些年 周震月并不满意周震海父子在太白县城的所作所为 也知道这对父子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所以一直都尽量疏离 但却也不得不承认 血浓于水 很快 所有的太白剑派弟子 都已经看了一遍尸体 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 与之前一致 刀伤 一刀毙命 周震月点点头 道 对了一半 陆云他们 死于刀伤不假 一刀毙命也不假 但是 他们并非是死于正面战斗 而是被偷袭之死 死前 还中了某种迷药 战斗力骤减 至于到底我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你们自己好好反思吧 这些技巧 你们的师长 都应该教授过你们 记住 看问题 想事情 绝对不能指至其一 要透过现象 看到本质更深处 周震月继续道 有人听进去了 有人没有听进去 周震月也不过多解释 长老 这几点 能说明什么 一个大胆的女弟子问道 周震月看了他一眼 道 这些天 你们在县城中也看了不少事 听了不少事 来说说 在你们的印象中 李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吸血鬼 恶棍 绑匪 杀人狂 有人大喊道 周震月不置可否 道 还有吗 实力很强 很贪婪 固短 他 肆无忌惮 是个疯子 谁都敢惹 做事不计后果 陆陆续续有人补充道 周震月点点头 道 还有呢 这 好像 太白现成的子民 很拥护他 哼 那只不过是 是因为那些愚蠢的小民 被他蒙蔽了而已 早晚有一日 会认识他的真面目 但是 他的实力 真的好强啊 这么年轻 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一个女生 淒淒爱爱地道 他很嚣张 很狂妄 气氛逐渐变得活跃了起来 几乎每一个弟子 都开口 说出了自己 对于李牧的印象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但有几点 却是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李牧的实力很强 为人很狂 心很贪婪 做事嚣张 你们都说的没错 嚣张 狂妄 实力很强 贪婪 但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个人 他会去偷袭几个实力员 不如自己的人吗 甚至利用名要去偷袭 周正月 语气舒缓地问道 这 可是 太白剑派的弟子们 一下子都愣住了 一些人 原本想要脱口而出 反驳什么 但话到嘴边 却又反驳不出来 因为 他们隐隐觉得 周长老说的 好像是有道理 毕竟 关于李牧的性格因素的判断 是他们所有人共同做出的 也是他们每个人都认同的 而在一边的周正海 依旧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乌乌烟夜地哭着半诗孤老人 但内心里 却已经非常惶恐和焦急 事情发展到现在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和控制 自己这位包凶 脑子怎么变得这么聪明 他突然发现 也许这些日子以来 自己接触的 都是太白剑派的普通弟子 在他看来 这是一群热血而又鲁莽的年轻人 心中充满了侠客梦 具备几乎所有自命不凡的 年轻舞者的优点和缺点 但是 自己却从未真正接触过 太白剑派的高层 哪怕是眼前这位包凶 他都没有认真的了解过 所以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算计 周正月继续道 这一点 先放在一边 你们可以想想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李牧 或者是断水流杀了陆云他们 那为何要将他们的尸体 送到一桩中来 难道他就不怕被我们发现吗 这 热血在燃烧的年轻弟子们 又愣住了 是啊 为什么呢 直接将尸体销毁 让陆云他们人间蒸发 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也许 也许他就是为了向我们太白剑派挑衅 是故意这么做的 一个内心柔软极富同情心 刚才已经为失声痛哭的周正海流了不少眼泪的女弟子 犹豫的大声道 毕竟 李牧他是个疯子 非常狂妄 也许他就是要挑衅我们太白剑派 周正月看了这个女弟子一眼 他认得他 叫做赵灵 太白剑派外门弟子里被称之为六天才中的一个 赵灵今年二八年华 容貌清丽 同时舞蹈姿质极好 剑术精巧 内气修为不弱 很受宗门中老一辈的看好 重点关照 是个从小就在太白剑派山门中长大 设事不深 心地善良却很容易被人利用 一个单纯而又倔强的小女孩 女弟子被周正月看了一眼 心中一惊 淡雾自昂着头 倔强地道 长老 我 我觉得 完全有这种可能 毕竟那个李牧 是个嚣张卑鄙的疯子 周正月看向其他人 另一位平日里脑子比较灵活的弟子 柔了柔脑门 道 可是 赵师姐 如果他真的要挑衅我们太白剑派的话 直接将陆师兄他们杀死 然后将尸体悬挂在县衙门口 活着送到我们面前 效果岂不是更好 为何要都这么大一个圈子 这 赵灵也是愣住了 第九十二章断壁 是啊 为什么 这个单纯倔强的小天才 有点迷糊了 周正月看了看这个男弟子 道 总算是有一个不是糊涂蛋了 张昭说得很对 这个叫做张昭的男弟子 有点羞涩地低下了头 略微顿了顿 周正还又道 好了 这次 是你们很多人第一次出师门 江湖经验浅薄 我就不太过于苛责你们 但是 你们都要记住江湖 从来都不是你们想象中仗剑天涯那么简单 踏入江湖 就等于是踏入了鬼域 赤魅王两横行 牛鬼蛇神丛生 很多时候 一步错 步步错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种事情 江湖上从来都少 你们以后 行走江湖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尽量冷静地去分析 不要只凭直觉同情热血冲动去做事 否则 不但害了你们自己 还有可能为整个宗门 都带来灭顶之灾 这一番话 说得与众心长 一众弟子们 感触各不相同 有人听进去了 有人若有所思 也有人则心中很不服 觉得这位周长老 未免也太胆小了 弟子们的神色 落在周正海的眼里 自然看得分明 但他不会再去说什么了 赵玲很不服气地道 那 那陆云师兄他们 到底是被谁杀害的 难道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 就是 毕竟陆云师兄他们 是被县衙中人送到一桩的 县衙肯定脱不了关系 一个平日里对赵玲有好感的男弟子 也冲动地说了一句 是啊 大兄 难道就这么算了 李牧他毕竟还是有嫌疑的 周正海着急地道 抹着眼泪 依旧赚同情 周正月转身 一步一步地朝着 一桩外面走去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陆云他们 此在县衙 太白县主就有责任 向我太白剑派 给出一个交代 他边走说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是 我的太乙剑 也很久没有遇到一个 像样的对手了 周正月 不仅是太白剑派外院长老 更是外院第一剑手 他腰间的长剑 随着他的话 嗡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这个时候 许多年轻弟子们的目光 落在这个白发魁梧身影背上 顿觉一种语言难以言喻的豪情气势 从背影上散发出来 令人情不自禁地 沉浮 膜拜 这 才是一个剑手的真正魅力吗 放开我 我要弄死李牧 啊啊啊 我要让他死 剑崖中 如同疯狗一样的李冰 在两个假式的搀扶下 双目赤红 缠斗着 疯狂的吼叫 他被长安府的假式 刚刚从县崖大牢中救出来 破碎的衣服 虚弱的身躯沾满了污渍结构的头发 浑身散发出恶臭味道 暴瘦的几乎脱了香 这样一幅叫花子般的形象 真的很难让人将他同长安府知府 大人最疼爱的那位小公子联系起来 给我杀 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我要太白现牙中的人 都死 都给我死 暴跳如雷的李冰 暴躁得如同一条发情期的土狗 狂吠 逢主步 这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一个解释 正存见面色阴冷 他每说一个字 整个大厅里的温度 似乎都下降好几度 一些不明所以的太白现小力 吓得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知府大人失踪了的小儿子 竟然是被关在了县崖大牢之中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厕所里打灯笼 找是死吗 冯元欣和真蒙两个人 额头上也有汗滴落 真是要了亲命了 这个时候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李牧大人却不在县崖中啊 这 我们并不知道 李公子的身份 当时 有人在县城街头斗殴 调戏妇女 所以李大人亲自出手 拿了几个人 这件事情下官并不知道 冯元欣直接往李牧的身上推责任 当然 这是当初与李牧商量时 都讨论好的策略 放屁 就是你 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 李斌尖叫着 你对我用过刑 你抢走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 来人 来人 给我把他抓起来 我要一点一点弄死他 冯主部 李公子的话 你听到了吧 如何解释 郑存健冷笑着 冯元欣叹了一口气 他原本勾搂着的腰 缓缓地直了起来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都是奉命行事而已 他脸上的恭敬之色 逐渐散去 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从容 脊梁挺得笔直 到了这个份上 冯元欣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 卑躬屈膝的必要了 虽然长久以来的官场经验告诉他 卑躬屈膝的效果应该更好一些 如果是以前的那个他 也许此时已经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求原谅和辩解了吧 但他突然不想那么做了 也许是跟随在李牧大人的身边久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将腰杆挺得笔直的感觉了 这样会让冯元欣觉得更加舒服一些 正存见脸上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玄疾更加阴沉 好 很好 这位黑心秀才的目光 又落在珍蒙的身上 道 你身为典狱长 狱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难道你心中不知吗 竟敢任由他人 对李公子动行 珍蒙刚才一直都盯着冯元欣 震惊于冯元欣的姿态变化 此时被质问 他才稍微回过神来 迎着郑存见的目光 他笑了笑 西秦帝国的典狱观 眼里只有罪犯和无辜者的区别 没有什么张公子李公子 郑存见在政 多少年了 连续被两个他眼中如小小虫 以一样的地方官吏顶撞 这还是第一次 给我弄死他们 快弄死他们 愣着干什么啊 郑存见 你听到了没有 我要他们死 一寸一寸的死 李冰口中晒着一根鸡腿 狼吞虎咽 暴跳如雷 他已经被安置在一边 在两个婢女的服饰下 大口大口地吃东西 这些天 每天只有一碗水一块馒头 他快饿死在里面了 此时他恨不得 江泰白县衙中的所有人 都千刀万寡 冯元欣 真猛独职 滥用私刑 打入大牢 严加看管 郑存见摆了白手 冷笑着道 简慢 一边的马军武 见势不妙 连忙站出来 道 郑先生 你是长安府来的贵人 我们敬你三分 但是 逢主部和真典玉官两人 都是帝国官员 有官位在身 为经县令审判 不能就这样下狱 你是谁 郑存见蔑视第一孝 驾官太白县衙 为兜头马军武 哦 你就是马军武啊 听闻李牧 曾向你学习剑术 郑存见四孝 非孝地道 一边的逢元欣一听 心中顿时一惊 李牧大人 跟随马军武 学习剑术 这种事情 除了县衙 里面的人之外 外人知道的很少 郑存见 竟然连 这种事情都知道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一次 长安府来的人 并非是临时起义 而是暗中对李牧大人做了很详细的调查 所以才能连这种事情都了解 可问题是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长安府为什么要调查李牧大人呢 其背后的深意 细思极恐 李大人天纵神武 我怎么配当他的老师 马军武道 李斌在一边 又杀猪一样地窖了起来 是他 就是他 当日 这个马军武也在现场 曾与我动手 给我拿下他 拿下他 郑存见白白手 几个假释上前 就要将马军武同时也带下来 马军武的脑海之中 这一瞬间 浮现出了小书童清风在此之前的叮嘱 知道这个时候 必须表现得强硬一点 当下往前一步 宽厚的手掌 按在了腰间的长刀上 道 助手 郑先生 我敬你乃是长安府的贵人 但请问阁下有何官身 竟然在堂堂一线之主的公堂之上 发号施令 随意决断帝国官员的命运 嗯 郑存见一鸣眼睛 怎么 你要动武 马军武挡在了冯元新和珍猛身前 道 身为牙味兜头 下官有必要保护县牙官员的安全 哈哈哈哈 这可真的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笑话 郑存见仰天大笑了起来 太白县的官员 很有意思啊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动手 话音落下 大堂之中 人影闪烁 枪 长刀出鞘 刀光一闪 奸血蹦射 地面上多了一条握着长刀的断臂 马军武捂着断臂伤口 面色惨白如雪 身形摇晃 直接朝后亮呛 却死死地咬着牙 一声都不吭 马大人冯元欣急忙扶住他 马兄 真猛面色愤怒 看向郑存见等人 道 你们竟然在公堂之上伤人 你们呵呵 这点实力 也敢在郑先生面前放肆 受高年轻人 您重山轻蔑地笑着 一伸手 旁边的假尸弟过来手帕 他以手帕擦拭刀身上的血迹 擦拭干净 长刀归翘 面色冰冷地道 本官乃是点史官身 掌管太白献兵贝 是他的顶头上司 断他一臂 你们有何话说 第九十三章是我错了 点史掌管全献兵贝 有出手承戒下属的权利 刚才 正是这个受高鸣眼的年轻点史出手 与电光石火时间 斩断了马军武一臂 整个过程 吐起胡落 其他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很显然 这个叫做宁崇山的年轻点史 实力远在马军武之上 正存见面带冷笑残忍之色 坐在主座大椅上 淡淡地喝了一口茶 另一位空降官员现成楚书风 微微一笑 道 马军武公堂之上 以下饭上 试图行刺郑先生 必是有人背后指使 来人啊 给我待下去 严刑拷问 务必揪出他的同党 早就猴在大厅之外的甲氏 哗啦啦地冲进来 刀枪出鞘 之前 县衙的防备港哨都已经被替换 因此 此时 整个县衙 都已经在长安府甲氏的掌控之下 马军武等人 如瓮中之鱼一样 毫无反抗之力 你们 这是诬陷 李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马军武面色苍白 无比愤怒地道 他并没有反抗 冯元欣和甄蒙也是惊怒交加 长安府来人 竟然疯狂到了这种程度 三个人都被带了下去 我要去大牢 我要亲自去拷问这几个杂碎 李斌站起来 将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 道 我要玩死他们 他心里 已经想出了数十种残忍恐怖的手段 来报复对付冯元欣等人 去吧 郑存健微笑 道 不要玩死就好了 李斌宁笑了起来 道 我会的 放心吧 我也舍不得这么快就弄死这几条狗 他带着人 朝着大牢走去 走了几步 回过头来 咬牙切齿地道 对了 那个李牧 绝对不能放过他 我要把他的皮 抽他的筋 喝他的血 亲典使宁重山道 我已经派人去后牙搜寻了 李牧并不在县牙中 练工坊中 空无一人 什么意思 让他跑了 李斌难以接受地吼了起来 你是干什么的 郑存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给我把李牧抓回来 否则 我要你们一个个不好过 愤怒 让李斌趋于疯狂 郑存健和您重山两人 被如此呵斥 面色略有些尴尬 清县城楚书风笑了笑 解围道 公子我们来到时候 很可能李牧已经不在县牙中了 不过公子你放心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只要除某掠师小记 这个李牧一定会乖乖回来的 您先去县牙大牢中好好发泄玩耍一下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嗯 你还算是比较会说话 李斌满意地点点头 带着假事 走了出去 黑心秀才正存健喝了一茶 似是在思考着什么 没有再开口 李斌的无礼 让他在众人面前很尴尬 他心中愈怒 但却很好地克制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根基 在知府大人 所以就算是得罪任何人 也不能得罪这位知府大人最宠爱的小儿子 郑先生 我听闻 这个李牧 极其护短 若是我们将他亲近之人抓起来 用计逼其现身 或许可以逼他现身 楚书风元呼呼的脸上 因沟鼻微微抽动 有一种异于眼表的阴险 亲近之人 冯元兴 真猛 马军武 李牧所依仗的人 只有这三个吧 一边的心点使您从山咒眉道 哈哈 非也非也 您大人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据我所知 李牧最信任和亲近的人 并非是这三个官吏 而是他身边的两个小书童 楚书风自信实俗地笑着 书童 黑心秀才正存见心中一动 楚书风笑道 正是 这两个叫做清风明月的小书童 才是他的亲人 下官已经让人搜遍了整个县衙 叫做明月的丫头 不见踪影 但是叫做清风的小子 却还在 已经关在了后衙中 正存见笑了笑 点头 道 就是在县衙门口 林牙利齿的那个小家伙 正是 嗯 也好 你去做吧 年纪轻轻就牙尖嘴利 也应该拔掉他几颗牙 让他尝尝记性 黑心秀才正存见淡淡地道 后衙 金风看着出现在面前的楚书风 神色呆滞 仿佛是已经吓傻了一样 小家伙 你不是很能说吗 现在怎么哑巴了 哈哈 之前被清风喝骂的下不来台的那位偏僵 一脸嘲讽地冷笑道 清风没有说话 清现成楚书风神色淡漠 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啊 不管在牙尖嘴利 吓唬一下 就吓傻了 带走吧 楚书风道 清风被两个假式拎着 滴滴撞撞 是我错了 他失魂落魄地自言自语 那天江笑得更怜悯了 哈哈 小崽子 现在求饶 来不及了 清风四世没有听到这样的嘲讽 依旧喃喃自语 是我错了啊 我太自信了 是我害了马大人 害了冯主不他们 我 他懊恼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强势 这两个字 是在进入县衙的时候 他定下来的基调 所以马军武 冯元欣等人 才会有那样的表现 角书童还是太年轻 太自信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到了一切 可以算计局面 认为在李牧之前表现出来的强势之下 哪怕是长安府来的人 也不可能这么毫无忌惮 但是 当他从那几个假式的口中 听到马军武断臂 而冯元欣 真蒙等人 也被下狱拷问的时候 才明白 原来这些来自于长安府的人 竟然可以无视规则 无视制度 可以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他低估了官场的险恶和黑暗 也低估了一些人的疯狂和骄横 是我 害了他们啊 当被带到刑架的面前时 小书童的内心里 依旧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是他的判断失误 让朋友们遭受了这样的苦难 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强势姿态 而是换另外一种策略的话 也许现在众人就算是沦为阶下囚 也不至于如此 尤其是马军武 做梦都想要成为帝国神宗 观山牧场之中空闲营的神射手 也一支都在为此而疯狂努力着 但现在 断了一条手臂 还如何弯弓射箭 来人 把他的牙敲掉 挂上去 楚书风看着小书童 心里略有点同情 但却绝对不会手软 哎 谁让你小子 得罪的是郑先生呢 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跟错了主子 楚书风淡淡地道 我来 那位偏江自告奋勇帝出手 他用刀柄 一颗一颗地敲掉了清风的前牙齿 哈哈 小崽子 看你以后 还怎么骂人 哈哈 哈哈 偏江残忍而又兴奋地笑着 京风原本俊俏的脸 满是鲜血 嘴巴红肿破碎 对方在敲掉他的牙齿的时候 故意又用刀柄砸碎了他的嘴唇 凄惨到了极点 但是 他却一声没坑 连躲都没有躲 而是高高地昂着头 眼神如刀似箭 死死地盯着那偏江 他妈的 小杂碎 你 偏江被盯得心中发毛 他没来由的一阵心虚 顿了顿 他争鸣地怒吼道 竟敢用这种目光看着我 老子岂会怕 记住 老子的名字 叫做前程 以后想要报仇 就来找老子 还看 老子现在弯掉你的眼珠子 一边的楚书风开口 道 助手 可以了 郑先生留着这小崽子的命 还有用呢 别弄死了 怪了郑先生的大事 偏江前程这才信信作罢 来人 给我吊上去 楚书风指了指旁边三丈高的吊杆 命令假释 将小书童捆绑起来 吊了上去 日透毒辣 在这样吊杆上 风吹日晒 是一种酷刑 放话出去 如果李牧不会来 那这个小崽子 就会在这行柱吊杆上 活活吊死 楚书风猛酷地道 九龙瀑布 暗河涌到山洞中 李牧和郭雨清两个人 简直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到了酣畅之处 两个人都是喜不自胜 手舞足蹈 不论是李牧 还是郭雨清 都是舞痴类型的人物 李牧从小就像往一个仗剑走天涯 行侠山水间的侠客梦 而郭雨清则更纯粹 就是沉醉于修炼舞蹈的那种成就感之中 哪怕是这些年被追杀 隐居在太白山中 都没有放弃修炼 这样两个纯粹的舞痴 在一起随便几句话 都能碰撞出激烈火花 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时间过得何其快 其间郭雨清离开过一次 一则是通知妻子自己无事 二则是取了自家茅屋下 埋藏了整整五年的佳酿美酒回来 直接在山洞之中畅饮了起来 孤有圣人 以经文下酒 留下千古佳话 今日你我兄弟 以见下酒 不醉不归 郭雨清放浪心海 这五年来 他觉得自己从未像是今日这样 酣畅淋漓通饮痛快过 仿佛是岁月流转 时间回到了昔日大草原时代一样 好一个以见下酒 干了 李牧也兴奋的不行 直接抱着酒坛子大喝了起来 自从来到这个星球 李牧也没有一日像是今日这样 如此尽心又如此温暖 雨过雨清的好像是回到了地球时候 与同学还有们一起晚自习偷偷跑出来 翘刻在路边喝啤酒撸串的那种岁月里 有美酒 有知音 如何能不尽兴 李牧也是彻底嗨了 第九十四章以识为证 以水为盟 面对着郭雨清 这个相识才不过一日多时间的老大哥 李牧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不知不觉之中 就卸下了所有的心房和压力 再来到这个星球之后 李牧第一次不因自己身上背负着的秘密 而感觉到压力 有些最放纵的坦然 我新天见的秘书 郭雨清早就传授给李牧了 李牧也已经牢记在心中 这门舞蹈秘点 傲益精巧 博大精深 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完全体悟 需要李牧花费一定的时间 慢慢去修炼 一旦修炼有成 威力将即为惊人 对于李牧来说 无疑是有着巨大增议的 除此之外 郭雨清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将他自己在舞蹈方面的见闻和所学 全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李牧 而李牧除了保守自己地球人的秘密 以及将先天公和真武权这两部功法 因为事关重大的原因 没有吐露之外 其他一些老神棍曾经说过的道理 技法等等 也都一一拿出来 与郭雨清讨论 这对于郭雨清来说 哪怕是老神棍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 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老神棍的许多话中 蕴含着的舞蹈道理 以李牧如今的修为和造诣 可能感触不深 但对于郭雨清来说 却不至于当头棒喝 瞬间有一种拨开乌云见日出的感觉 困扰心头许久的一些瓶颈和困惑 突然松动了 妙啊 若是早得此真法 我可逆转那一意 郭雨清听到 雾到妙处 心花怒放 不由得跳了起来 穆哥 你到底是师出河门 令师的舞蹈修为造诣 简直就是神仙中人啊 如此精妙绝伦的理论和观点 只怕是当世九大神宗的长教 也未必可以亏得 郭雨清万分感慨地道 李牧道 家师是外高人 如神龙献手不见尾 我亦不能经常见到他 更不知他的真正身份 他将老神棍的猥琐形象 大概描述了一遍 当然 并未说出 老神棍其实不在这个星球 这样的有所隐瞒 让李牧心中略有愧疚 因为郭雨清对他没有任何的隐瞒 但韦识事事关重大 而且这算是私事 与他人乃至于这个星球 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李牧略微犹豫之后 暂时隐瞒了下来 等到日后有机会 可以再坦白 这世界上有很多游戏封城的世外高人 就是这样 令师想必是一位公餐造化 学纠天人的奇人 郭雨清感慨着 又道 穆哥你也算是失出名门了 哈哈哈哈 当痛饮 来 再喝一碗 干了 李牧高局酒碗 千天公和真武权改造了他的体质 让他的酒量也变得惊人 与郭雨清痛饮这么长时间 已见下酒 喝了六七坛子烈酒了 却也只是感觉微醺 并无太大的醉意 郭雨清喝完 只觉得意气奋发 大笑道 穆哥 老郭雨你一见如故 交谈甚欢 如果你不嫌弃 你我就在这山洞之中 以水为蒙 以师为正 结拜为异性兄弟 如何 李牧大喜 站起来 道 故所愿也 不敢擒耳 郭雨清大笑了起来 他凌空一射 五指之间 犀利的剑气流转 随手朝着山洞壁上一抓 一块一米平方左右的石块 就被截取抓了过来 被剑气切割得整整齐齐 落在了两人的面前 然后以指为剑 在石块上切割起来 转眼 一个造型古朴的香炉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他如法炮制 又切割出来两只石碗 以石为正 李牧在香炉之中 灌入酒龙瀑布地下暗河之水 以水为蒙 为酒加酿 倒入石碗之中 李牧直接划破自己的手腕 在酒水之中 滴入一滴鲜血 郭雨清愣了愣 很显然这个世界 并无这样的结拜步骤 不过他立刻也反应了过来 心中大为激动 划破划破 滴血入酒 却 在这个五道世界中 也有着极为奇特的意义 卷脉 在任何世界任何生物的繁衍历史之中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人跪倒在香炉石桌之前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暗水为蒙 白石为正 地球人李牧 愿与郭雨清大哥 皆为一姓兄弟 从此患难与共 荣辱分享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李牧面色激昂肃穆 大声地道 这段在地球上传播最为久远 最为打动人心的桃源三杰意识词 被酒意微醺 心神激荡的李牧直接说了出来 郭雨清在一边一愣 他倒是听到了李牧口中的地球人三个字 但没有多想 以为是这个世界的哪个地名而已 他只是没想到这个小兄弟 竟然说出这样的识词来 心中感动之余 却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郭大哥 李牧看向他 郭雨清犹豫着道 牧哥 我 他有点为难 为难之处 在于他心中很清楚 自己和妻子 如今已经被江湖上的人 发现了踪迹 只怕是用不了多久 各大神宗的追杀 就会到来 那个时候 虽然有天机子的披挂 但也不过是九死之中一线生机而已 万一到十身死陨落 发出这样的诗词 岂不是连累了李牧 郭大哥 我大概也知道 你心中在担忧着什么 李牧微笑道 地球上各种武侠小说看了无数本 关于隐居 其实有很多不太好的桥段 如电视剧版的六指天魔琴 如以天屠龙记里面张翠山夫妇 一被发现 郭重入江湖 就被围攻追杀 下场凄惨 郭雨清明显是在担心 一旦说出这样的誓词 他们夫妇要是被追杀身影 反而是连累了自己 郭大哥 好兄弟 讲义气 李牧豪不脸红帝 抄袭了陆顶公为小宝的口头禅 道既然一劫金兰 那就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如果我只想着受郭大哥你的恩惠 却不敢担当身为兄弟的责任 那这个结义 不要也罢 郭大哥你乃是大草原上走出来的汉子 何必扭扭捏捏捏放不开这些 郭雨清文言 对于李牧更加高看了一筹 大笑道 好 我郭雨清纵横天下数十年 今日竟然还不如木根里洒脱 你说得对 是老哥我错了 当下 他按照李牧的誓词 神色肃木地大声宣读 啪啪 绝久引进 至悲于地 大哥 李牧认认真真的行礼 郭雨清大笑 拥抱李牧 感慨万千地道 哈哈哈哈 想不到我郭雨清 故就凋零 沦落天涯到这太白山之中 却还能认识小弟你这样当时天才 大哥我今日实在是太兴奋了 你我畅饮 不醉不归 好 李牧也大笑 以前在小说和电视剧中 看到少市山大战 乔峰在第一次见到小和尚虚竹的时候 那般惊险危险的环境中 却还开环大笑 与虚竹结义 这个开了音箱水也打不过他的男人 动不动就大笑 就喝酒 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豪侠 当时英雄如今李牧也体会了一把这样的感觉 在郭雨清的身上 李牧看到了小说中大侠乔峰的风采 两人逐酒论舞 交流心得 酣畅淋漓 这是男人之间情谊的爆发 李牧自从离开县城 已经是四天多时间过去 原本应该早点回去 也有些担心县衙中的事情 但想一想 一切基本上都在掌控之中 那些江湖中人经此一役之后 短时间之内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所以也就放心了 不着急回去 小弟 你的伤势 已经完全恢复 此地不宜久留 过了今晚 你明日一早 且先返回县城中 大哥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去处理 郭雨清笑着道 好 李牧想想 明日的确是应该回去了 时间流逝 阳光赤裂了起来 高高的吊杆上 清风的双臂 被扭在后面 以一个极为疼痛的姿势 被粗硬的绳索 吊在最顶端 风吹日晒 家之口中的伤势 滴水利米未尽之下 他整个人已经是奄奄已息 毒辣辣的太阳 像是火苗一样 炙烤在他身上 清风感觉到一阵阵的晕眩 这样恐怖的肉体折磨 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来说 无疑是人生之中的噩梦 清风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 像是沙漏中的沙利一样 在一点一滴滴流逝 但是 他心中 却并无惧怕 也无惊恐 他依旧在为马军武等人的遭遇 而感觉到自责和惭愧 他也坚信 公子一定会回来的 他不担心自己的命运 他担心的是 被关押到了大牢之中的马军武 冯元新等人 会遭受到如何惨无人道的拷问 坚持 一定要坚持下去 等待公子到来 一定要 救马大叔他们 我要活下去 要弥补 清风在心里 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着 他的精神力 在接受最残酷的考验和锤炼 他在默默忍受 在等待 不管是等待到什么时候 他一定要让自己 坚持下去 要活着 活着 才能复仇 才能拯救 剑崖大牢 断了一臂的马军武 浑身上下 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 布满了冰痕 刀痕 烙铁印记 原本就因为已经断了一臂 而失血过多的他 彻底昏死了过去 哪怕是李斌命人连续浇了三四桶冰水 都无法将他积的恢复意识 他妈的 这么快就完死了 李斌一脸的凝笑 布满地道 然后 他的目光 落在了被铁链掉在行架上的 冯元新和真蒙两个人的身上 这两人 模样不比马军武好多少 连续不断的酷刑拷问 让他们的身躯 已经快要处于崩溃的状态 但不知道从哪里诞生的意志力 却让他们 还保留着一丝神志 第九十五章 回县衙 县衙 李牧还没有踪迹吗 正存见在两位美貌婢女的侍奉之下 来到了李牧平日里的起居室之外 之前 新县城楚书封已经命人将整个后牙打扫 李牧的起居室 是整个后牙之中最宽敞 也最为舒适的一个套间 所以毫无疑问的成为了 正存见的临时居所 李牧的一些私人物品 都被从房间里清理了出来 这是什么 正存见从诸多杂物上无意的掠过 突然定格在了李牧私人杂物之中的一个木盒子 打开了一看 竟是一双类似于靴子的东西 好像是一双鞋 但做工非常奇怪 不知道是如何缝制出来的 楚书封之前已经看过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这双鞋子 其实是李牧从地球被传送来的时候 穿的一双李宁运动篮球鞋 地球现代化物理工艺下打造出来的精品篮球鞋 做工自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能理解 就连材质做工以及外观设计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 正存见一语不发 他将这一双鞋子 拿在手里仔细观察 看得非常认真 甚至用鼻子闻了闻 一股淡淡的脚臭味道 酸爽 还有其他什么类似的奇怪东西吗 他问道 楚书风愣了愣 不知道为什么郑先生对于这双奇怪的鞋子这么感兴趣 但他还是恭敬地道 还有一双奇怪的长裤 以及一个类似于男士肚兜的东西 郑先生稍等 他命人 将李牧的李宁运动长裤 以及运动背心 都拿了上了 正存见眼睛里 闪过一丝莫名的光彩 拿过来自己观察 楚书风道 这长裤样式道也普通 只是才智却很奇怪 极为罕见 也极为精美 看比上好的锦衣 包括那个男士肚兜 造型古怪 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郑存见打断了他的话 道 将这三件东西 全部都给我封存 一会儿送到我房间里来 楚书风呆了呆 没有敢再说下去 道 知道了 郑存见进入房间 四下一打亮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道 房间布局道是不错 可惜李牧是个莽夫 公有帝国最年亲文 尽时之名 姓威处的布置 就差太多了 罢了 就这几间房吧 勉强道是也可以住几天 楚书风在一边恭为道 那是李牧空有虚名 如何能够与先生 这样不是出的大才相比 听闻在县衙大牢之中 关押了诸多武林中人 郑存见来到书房窗户前 隔窗看着外面水池中 飞舞的红色蜻蜓 若有所思的问道 楚书风道 正是 大多是一些西北武林道上的杂鱼 没有什么价值 李牧将他们关起来 勒索赎金 简直是丢尽了帝国官员的体面 天龙邦和虎牙宗的两位太上长老 来求见下官 希望可以将东方剑和铁镇东等人带回去 郑存见笑了笑 道 这个李牧 还真的是个奇葩 不过 这些人 先不要放 让他们按照李牧的要求交赎金 对外面就说是李牧不许 毕竟现在 李牧还是这一线之主吗 让他替咱们被一下骂名 也算是非无利用吗 大人高明 楚书风又恭维 正说着 脚步声传来 却是心点使您从山快步而来 面色略带尴尬 道 郑先生 县衙之外 有太白剑派外院长老周振月 带领数十件事 要见如今县衙中能做主的人 太白剑派 正存见一证 道 他们来做什么 太白剑派在太白山方圆千里 算是庞然大物 这不仅是因为门中高手众多 除了可以在帝国武道高手中排名前十的掌门人雪剑造雪之外 最近几年 门中年轻一代颇为涌现出了几个新秀 更是因为自古以来 太白剑派风骨不俗 傲气长存 曾有一千太白剑式参军东征 为西秦帝国立下过功勋 出过几个风疆大力 因此 听说是太白剑派的人到来 正存见也不敢轻视 听说 是有四名太白剑派的弟子 死在县衙 后被送入了一桩 那位外院长老要县衙给一个解释 您重删道 哦 有这样的事情 正存见脸上 浮现出一丝笑意 道 李牧连太白剑派的弟子都敢杀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疯子 书丰你去招待一下 就说我们意在追击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们也可以合作嘛 好的 下官明白了 楚书丰道 重删一起去吧 不要和太白剑派的这些剑凶闹僵 正存见又道 是 先生 楚书丰与您重删等人离去 房间里 就生下了正存见一个人 片刻之后 李牧的运动鞋和背心 运动裤 被一起送到了房中 正存见仔细打量着这三件东西 陷入了沉思 最终 他命是女 背好了纸笔墨烟 写了一封密信 将这封密信与李牧的三件私人物品 全部都封存在了一个盒子中 叫来心腹侍卫 一番叮嘱之后 急匆匆将盒子送了出去 呵呵 没想到 这小小的县衙之中 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如果为真的话 我就可以立下一件其功了 正存见看着离去的心腹侍卫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阴险的笑 一夜时间过去 黎明到来 李牧昏昏沉沉地醒来 两天两夜的论武饮酒 精神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他 在昨天后半夜 还是喝醉了 郭雨清拿来的烈酒 的确是家酿 后劲而很大 咦 郭大哥已经离开了 李牧四周一看 发现郭雨清已经不在山洞之中 倒是在旁边的山洞石壁上 刻下了一行字迹 小弟 为兄家中有事 先行离去 你我兄弟 后会有期 吃锅雨清流下来的 山洞里 还飘着酒香 李牧打了个格 一股酒味呼了出来 我也该会现成了 李牧来到暗河边 用冰冷彻骨的暗河之水拍脸 整个人感觉清醒了很多 也不知道老乞丐 有没有带着明月回去 他顺着河道 来到了轰鸣的瀑布水帘之前 以他如今的实力 轻松穿越水帘 来到了外面 身形在半空之中 犹如药子一样折了个弯 落在外面深渊峭壁的一块突出石块上 李牧这才发现 自己之前藏身的那个瀑布 是九龙瀑布之中 最外围的一条瀑布 也是相对最小的一条瀑布 瀑布声轰鸣 天色微明 下方水汽水雾弥漫 不可见物 李牧想想 距离大战已经过去了数日时间 下面必定是一片狼藉 那头聚焦 估计算时间之内也不会再出现 于是也就暂时熄灭了 下到深渊底部的水潭湖泊一探的想法 直接运转青深树 朝着悬崖峭壁的顶部藤越上去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李牧就出现在了县崖后方的密林边缘 前方 是密林 后方 是万米之深的峭壁深渊 远处的山巒之上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等到再过一会 双日之中的另一颗太阳 也会爬上山头 群山之间的晨曦散去 缭绕在山间的雾气犹如玉带 阳光洒落在了李牧的身上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聚焦之战后 李牧的实力提升巨大 武道理论和眼界 也在郭雨清的指点指导下 得到了智的飞跃 同时 他悟到了老神棍昔日传授的诸多被他忽视的财富 对于他来说 武道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 已经栩栩打开了 李牧看着朝阳 心中豪气万丈 终于回来了 他这一次 没有直接从后衙月墙进入 而是绕过后山密林 来到了县衙大门口 嗯 怎么驻守县衙的兵位 竟然换了人 不仅换了人 连装备都换了金衣色的黑铁铠甲 都是一些陌生面孔 李牧略感惊讶 他直接朝着县衙大门走去 指步 两名甲士 手中长枪指向李牧 磕道 县衙重地 闲杂人等退散 否则 格杀勿论 阿烈 连我都不认识 亲来的巴 李牧也没有生气 笑道 我就是住在这里面的 你们两个 不认识我 哈哈 不知者不为罪 还是退下巴 说着 禁止往里走去 大胆 找死 两名甲士根本不买账 手中长枪 刺向李牧 嗯 李牧神色一变 这两个家伙 怎么出手如此狠辣 这要是换作城中的普通百姓 来到县衙告状办是什么的 这一下子 岂不是直接受伤了 早就一再叮嘱劝诫过冯元新 官僚主义一定要不得 要一改往日百姓们来衙门办事门南进 脸难看 是难办的局面 怎么到了现在 两个区区牙味 态度就如此恶劣 这个冯元新 怎么管理手下的 李牧心中 一下子就有了怒气 他伸手 抓在了刺来的枪杆 微微发力 这两个假事 就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让冯元新和马军武 来见本县 李牧朝着县衙大门里走进去 生气地道 这时 一连串的脚步声传来 却是大量的黑甲假事 从县衙里面冲出去 为首的是两个李牧 从未见过的将军打扮的舞者 拦住了去路 大胆狂徒 竟敢私闯县衙 给我拿下了 一位将军模样的人大喝道 周围假事弯弓搭剑 长枪如鳞 刀剑出鞘 从四面围了过来 嗯 这是怎么回事 李牧也不是傻子 这个时候 也发现不对了 这么多的黑衣假事 武器装备与太白线兵卫崖 截然不同 而且都是生面孔 这些人 到底从哪里来的 第九十六章破门而入 你们是什么人 李牧心中 突然隐约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道 冯元新 马军武呢 让他们出来见我 哈哈 那两个狗东西 得罪了李冰公子 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已经被我家先生下狱拷打了 你是何人 莫非是他们的同党 来人啊 给我拿下 为首的将军模样的人冷笑 贺令士兵出手 驾狱 拷打 李牧心中逆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头皮一麻 也顾不上再问什么 身形一闪 施展青森树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朝着县衙大牢方向飞射而去 救人要紧 先把人救出来 其他的事情 稍后再说 那天江河众多黑衣假事 只觉得眼前一花 急风一荡 李牧的身影就幻面消失了 跑了 追 快去禀告两位大人 还有郑先生 啊 我认出来了 他是李牧 就是那个县令李牧 剑牙大门口 一阵大呼小叫 他妈的 又晕过去了 李兵将手中烧红的烙铁 丢在了旁边的火盆中继续炙烤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皮肉灼烧的焦臭味道 钢铁形架上 冯元欣浑身赤裸 全身上下布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伤口 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胸部和大腿上 一些肉甚至被割了下来 可以看到白骨 不过 却都被敷上了上好的金疮药脂血 因为李兵不想冯元欣这么快就死 他还没有完痛快呢 花 掺杂着冰块和辣椒沫的冰水 泼在了昏死中的冯元欣身上 啊 低微的声音之中冯元欣恢复了一些神智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哈哈哈哈 狗东西 你又醒了 看到本公子 是不是很兴奋啊 哈哈哈哈 没事 慢慢来 本公子陪你慢慢玩 保证让你愈先愈死 哈哈哈哈 李兵猙獰的笑声 在整个形势中回荡着 旁边 火盆前面 一个狱卒满头大汉地抽拉着风箱 另一个狱卒则朝着火盆中加炭 火苗子一下子窜起来两三米高 橙黄色的眼光释放出恐怖的热量 将火盆里面数个形状不同的烙印形距 制烤成为橙黄色 接下来 我们选哪一个呢 李兵脸上带着残忍的笑 目光从火盆里的烙印形距上掠过 声音悠悠似是如来自于地狱的魔鬼一样 最终 他选择了一个烧红了的脑箍 嘖嘖嘖 这个东西 如果一下子固在脑门上 只怕一下子 连脑浆都烧熟了吧 李兵将赤红脑箍举在冯元欣的面前 笑道 不如这样 你只要骂一句李牧师砸碎 我就饶你一次 让你回牢房中休息 如何 冯元欣嘴唇微微动了动 发出微弱的声音 你说什么 李兵凑近了 呸 一口带血的痰 喷在了李兵的脸上 李兵一下子就气疯了 你他妈的找死 来人 给我姑上 给我姑死他 折磨了冯元欣 真猛和马军武这么长的时间 原本以为足以让这三个太白线的官员痛哭流涕地求饶 但是 结果却让他失望 不管用了多么残酷的酷刑 不管如何璀璨他们的肉体 却始终无法让他们开口求饶 三个人眼睛里的那种神色 让他甚至感觉到一阵害怕 这时 光当 身后的刑事大门 被打开 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 李兵大怒 头也不回地骂道 是哪个王八蛋不长眼 我不是说了吗 老子玩耍的时候 不要打扰 不要打扰 他妈的找死是吗 情势中 一片安静 此一般的安静 那两个烧火的狱卒 看向形势大门的方向 脸上浮现出骇然之色 吓得脸都白了 战战兢兢色色发抖 光当一声 不小心连火盆子都掀落在地上了 其他几个狱卒 也都如同石化了一样 江丽原地 李兵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正 突然没有来由地心头浮现出一种难以遏制的心慌和恐惧 他缓缓地转身 扭头看过去 然后脸上也浮现出了巨大的震惊 旋即是惊恐 情势门口 一个修长的身影 缓缓地走进来 他身后 乱七八糟地倒着一片黑衣假饰 身影 惨叫 像是被愤怒的飓风扫倒的脉感一样 你你你 李牧 你 嘚嘚嘚嘚 李斌浑身颤抖 牙齿打架 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难以形容的恐惧 像是梦魇一样 将他整个都绝住 让他当时了思维的能力 因为他认出来 这个闯入者 正是李牧 一个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成为李斌生命之中最大噩梦的少年 他原本以为 在这几日 脱困而出的他 已经摆脱了这个噩梦 他甚至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再度见到李牧 想要展开抱负 但当李牧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却只想逃离 只想永远都不再见到李牧 扑通扑通 秦氏中的狱卒都各跪了一地 这些狱卒不是从长安府来的黑衣假式 乃是原先就一直驻守大牢的人 因此都认识李牧 一个个都吓得魂不附体 头也不敢抬 李牧的目光 没有在这些狱卒身上停留 也没有在李斌的身上停留 他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李斌 从李斌的身边走过 来到了行驾跟前 嗯嗯呜呜 眼睛虚弱无力地睁开的冯元心 逆着光 终于看清楚这个来到了自己身前的身影 一下子变得激动了起来 嘴里乌乌烟烟的说着什么 却吐字不清 身体颤抖着 最后化作了一种像是委屈 又像是激动的痛哭声 李牧伸手握了握冯元心的手 在这一瞬间 他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 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李牧心中万分愧疚 自责道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引起的 我来晚了对不起 他伸手将钩在冯元心身上的所有镣铐 钩刺都取出 然后抱起这具伤痕累累的身躯 将他从刑架上取下来 被床 去请大夫 快 李牧转身道 几个跪在地上的狱卒 一个机灵 立刻都行动了起来 有人去请大夫 有人手忙脚乱地台过来 几张铺了棉布的床 李牧将冯元心轻轻的放在床上 道 你放心 现在安全了 以后 什么人都动不了你 这个世界上 有的是神草宝药 我一定会找到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会治好你 冯元心眼睛模糊地看着视线中这张年轻英俊的脸 心中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仿佛一瞬间 就连身上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 还 还有 马军武大人 和真 真大人 他们 冯元心想起了什么 挣扎起来 着急地道 一会 马军武和真蒙两个人 从潮湿丧印的牢房中被抬了出来 安置在了柔软干燥的床上 看到同样已经没有人人形 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千奇百怪的伤痕 尤其是看到马军武的一条手臂 竟然被斩断 他的脑子里 空地一下子 一股热血涌动 怒火窜起 几乎将他的脑门都掀飞了 李牧深呼吸 尽量克制自己 没有心态爆炸 大人 我 我没有出卖你 我 真猛虚弱地道 这个沉默寡言的汉子 血肉模糊的脸上 只能隐约辨明五官 但他的眼睛明亮 分明带着一丝得意的笑意 因为 他知道 自己终于坚持了下来 他做到了 李牧的笑脸比哭还难看 勉强笑着 点点头 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没有看错人 放心 你们都会好 会比以前更好 我会让你们亲手报仇 你们所受的痛苦 将会千倍百倍地偿还到加害你们的人身上 狱卒们听到这句话 顿时下的面色惨白 纷纷都跪在了地上 大人 我们是被逼的 我们身不由己啊 他说 说如果不听他命令的话 会先将小人挂上行架 然后杀光小人全家 我 狱卒们哀求 与你们无关 李牧道 这些狱卒 是可怜人 被胁迫 又怎么敢违抗李兵的命令 小人物而已 脱家带口 就算是有心 也救不了冯元新等人 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李牧虽然愤怒 但也知道 不应该追究他们 李牧的目光 看向李兵 啊啊啊 原本将职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的李兵 突然如梦初醒 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狗一样 尖叫起来 然后疯狂地朝着行尸大门冲去 想要逃离 李牧没有追 脚尖发力 地面上一颗食死鸡射出去 砰 李兵的左腿 就被食死冻穿 血雾爆出 他滚地葫芦一样跌倒 凄厉地惨叫 啊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爹是李刚 是长安府的知府 不要杀我 这时 城中最好的几名大夫 在狱卒的带领下 匆匆而来 一番检查 大人 除了马军武兜头之外 其他两位都还好 都是一些皮外伤 不致命 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可以恢复 但身上会留下一些疤痕 昔日 曾在神龙帮洞窟中 为李牧治疗建商的大夫回禀道 伤疤不要紧 抓紧时间救治就好 需要什么药物 直接让人告诉我 李牧点点头 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问道 马军武兜头 还能救回来吗 这 马大人失血过多 有断了一臂 情况很危险 大夫面色为难地道 第九十七章 我以前 太仁慈了 救活他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需要什么药草 就告诉我 我来想办法 李牧不容置疑地道 这小人只能是 尽力而为 大夫咬牙道 李牧叹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刚才说的太霸道了 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医生也不可能是神明 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李牧拍了拍这位大夫的肩膀 换了口吻 道 好 你是我太白献中 医术最为卓绝的医者 百姓能称你为活菩萨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救活他 尽力而为就可以 如果实在 我也不会怪你 不要有压力 大夫感激地点点头 李牧说完 来到物质如杀猪一样 哀嚎惨叫的礼宾跟前 俯视 不不不我错了 不要杀我 不要 我还不想死 李兵惊恐万壮地道 李牧看着他 像是看着一坨屎 怨气 恶心地道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李兵神色一缓 却听李牧接着又开口 声音冰冷犹如来自于 九幽黄泉之下一般 一字一句 缓缓地说道 我会留着你的狗命 让冯元新 马军武 真猛亲手来讲你对他们做的一切 施加在你的身上 角色互换 到时候 你会明白 什么才是真的是 生 不如 死 李兵顿时被吓傻 最后他竟然是口吐白沫 直接被吓得昏死了过去 来人 将冯主部他们送到医馆 李牧道 有狱卒赶紧抬起床板 将冯元新三人抬起来朝着大牢外面走 大人 大 大人 冯元新突然挣扎着 看向李牧声音虚弱地道 让 让我们一起 和你一起去县衙 我们要 与你一同面对 我们 真猛也道 若是大人战败 我们 我们一无幸免之礼 我们 一起去 李牧想了想 也可以 让他们亲眼看到一些画面 或许会让他们的精神上 得到一些慰藉 李牧看向那位大夫 大夫明白李牧的意思 犹豫了一下 道 已经为三位大人上了药 止了血 再食无余 去县衙也可以 李牧回过头来 看向冯元新两人 道 好 那就同去 说着 他指了指昏死的李兵 道 将这个装死的垃圾 也带着 一行人 从大牢之中走出来 刚到大牢门口 李牧停下了脚步 狱族们也都胆战心惊地停了下来 都惊恐地看着外面 大牢门口 黑压压的黑衣 假失裂震而带 弓箭在弦 长枪如鳞 刀剑出鞘 风刃森寒 清晨双日冷灰的照耀之下 冷兵气冰冷的 金属质感散发出浓浓的死亡气息 只要一生命下 空气中就用剑射起粘稠的血剑 横飞起残肢断壁 气氛 瞬间就凝固到令人窒息 黑衣假式的前面 两位偏将一左一右 将一个身形瘦高的年轻人拥在主位 这年轻人面色阴冷 眼睛眉起来 像是一只对着猎物 刺牙的豺狼 身上穿着的官袍 让李牧意识到 这个人竟然是典史官身 长安府新委派下来的太白县典史 李牧 年轻人冷笑 你竟敢私闯县崖大牢 解放死球 你可知罪 李牧扭头问旁边一名狱卒 道 斩掉马军武一臂的 可是此人 他之前 从狱卒的口中 隐约听到了一些县衙中发生的事情 今名狱卒顿时脸色惨白 不敢开口 生怕被卷入这种大人物们的争端中 回禀大人 传闻 正是此人 昔任别使您重删 一名年轻的狱卒 犹豫了一下 战红着脸 大声的回答 他是典狱官真猛的小舅子 也是真猛在大牢里培养的心腹 看到真猛的惨状 心中愤怒到了极点 此时一恒心 完全站在了李牧这边 彻底豁出去了 李牧点点头 哈哈 听闻马军武 乃是你的剑术之师 这时 身形瘦高的宁重山 脸上带着刻意挑衅一般的笑 道 马军武在县衙大堂之中 阴谋刺杀郑先生 最无可赦 本官身为太白县新任典史 断他一臂 已经是宽大为怀了 话音未落 所有人都觉得眼前一花 宁重山突然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一样的力量涌来 不仅被钢铁孤注一样 他一下子喘不过气来 耳边风声呼啸 视线中的景物骤然模糊 然后又逐渐清晰了起来 他瞪大了眼睛 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不在原地 他已经被从黑衣假式和两名天江的护卫之中拎了出来 拎到了大牢门口 一只钢铁一般的手掌 撅住他的脖子 像是拎着一条狗一样 将他半举了起来 双脚离地 一种屈辱的姿势 手掌的主人 自然是李牧 而李牧的眼光 仿佛是两柄利刃一样 近乎于刺穿了宁重山的灵魂 你 你放开我 你宁重山大害 奋力地挣扎 但不管他如何震动体内的内气 哪怕是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却都无法丝毫撼动那扼住他脖颈的手掌 在此之前 他听说过李牧的战绩 他听说过许多关于李牧力大无穷的传闻 但他都嗤之以鼻 五人的狂妄自负 在宁重山身上也不例外 他坚信自己的实力 可以击败李牧 毕竟李牧只是一个连内气都没有修炼出来的武道废物而已 但是现在 他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和恐惧 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刚才自己是怎么被从黑衣假式的簇拥中被擒出来的 那一瞬间的电光石火 连一点点反应和余地和时间都没有 天啊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力啊 冷汗 一下子就流淌了下来 李牧 不不不 李大人 不要冲动 你放开我 我乃是帝国官方任命的典史 李大人 我们之间 可能有一些误会 你先放开我 好好商量 我 我乃是奉了郑先生之命行事的 就是长安府中的那位郑先生 你就算是实力在强 难道还敢与郑先生为敌吗 你 你难道不想要继续做这个宪令了吗 你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您崇山胆战心惊 屈辱而又尴尬地辩解着 而李牧一语不发 神色冰冷 沉默着 看着您崇山 就像是看着一个小丑在表演 那种目光 让您崇山更加屈辱 他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用各种理由 试图来说服李牧放开自己 这种脖颈被他人扼住的感觉 实在是太惊恐 那种排山倒海一样的压制性力量 让您崇山毫不怀疑 只要对方手腕轻轻一扭 自己的头颅 就会像是熟透了的西瓜一样掉落在地面 在此之前 您崇山做梦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要用如此屈辱可怜的姿态 去恳求李牧 简直是见了鬼 自己分明是来捉拿李牧的啊 如今局势颠倒 李牧 你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 你已经诸下大错 放开我 我可以帮你向郑先生求情 长安府来的贵人 不是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所能对抗的 你 您崇山屈辱地道 一直沉默着的李牧 终于开口了 废话这么多 他说 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而已 说完 李牧就像是摔一坨烂泥一样 将宁崇山摔在地上 砰 烟尘飘起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形凹陷 宁崇山张口喷出一口血 躺在这凹陷之中 四肢抽搐 体内的内气 被这一摔 竟然完全震得消散了 难以调动丝毫 四肢摆还剧痛 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直接瘫软到了地上 四周一片寂静 大胆礼目 你竟敢 一味偏僵反应过来 怒吓 喝声未完 啪 人影一闪 这名偏僵 就消失在了原地 他的身影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做出了各种360度 720度自由转体运动 一边坐海一边喷洒出好看的雪花 然后重重的跌落在地上 四肢同样在抽搐 李牧的身影 出现在偏僵之前站着的位置 插什么嘴 他缓缓地收回巴掌 看来 我以前都表现得太仁慈了 以至于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上门来 都敢对我的人下手 李牧自言自语的样子 让周围人 都感觉到了一种宛如杀神降临般的可怕窒息压力 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另一名天江 就站在李牧身边一步之外 但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他的身体僵直 轻微地颤抖着 宛如筛康一样 而实际上 身边的李牧 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哭 是时候 给一些人一个教训了 李牧在开口 话语的内容 同样的令人心惊肉跳 把他也抬着 带到县衙去 别让他这么容易就死了 李牧指着贪软在地面上的宁崇山 这个人 要留给马军武来对付 断臂之仇 亲手来报 应该会更加痛快 宁崇山 看似快死了 其实伤势并不重 只是被摔猛了 李牧如今的修为 贯通了真武拳第三事列天崩 对于力量的掌握 已经到了极为精妙的地步 刚才那一摔 只是震散了宁崇山的内气 震缩软了宁崇山的筋骨 让他无力反抗 看似很严重 实际上伤势却不重 你最好祈祷 马军武不会有事 李牧看了一眼神色怨恨 阴毒的宁崇山 语气中的味道 让后者一下子如至冰枯 脸色绝望 真猛小舅子带着几个胆子略大的狱卒 将镣铐披头套在宁崇山的脖子里 将他拖了起来 如同拖着一条死狗一样 李牧一步一步地朝着黑衣假释走去 还不退开 他的目光扫过这些假释 光当一名长枪手被李牧的目光一刺 好像是真的被当凶刺了一剑一样 心中无法遏制的惊恐弥漫 吓得手一软 连钢枪都握不住 掉在了地上 啊 他难以遏制心中的惊恐 尖叫着 转身就跑 瞬间 兵败如山倒 黑衣假释阵形大乱 相互踩踏 不负之前那种军阵如山的气势 去县衙 会一会那个什么狗屁郑先生 李牧到 第九十八章跪下说话 李牧来到县衙大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想象之中的剑拔弩张 亲县城楚书丰 一脸笑容 戴着黑衣假释 迎了出来 欢迎李牧大人返回县衙 楚书丰面带笑容 姿态极为尊敬 将一个下官迎接上司的牵绷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身后的假释 也都向李牧行礼 李牧没有看他 直接朝着县衙大门中走去 身后 冯元新 马军武和真猛三人 在大夫的陪同之下 由狱卒们抬着 紧紧地跟着李牧 一言不发 一行人也都无视了楚书丰 就好像这位新上任的县城 是一团空气一样 楚书丰的面色 变了变 有点尴尬 很快 当看到人群后方 死狗一样被拖着来的 宁重山和李兵两人 他的眼角 闪过一丝狠辣的精芒 但他很快就掩饰下去 当楚书丰抬起头来的时候 他的脸上 已经化作了最为真诚千功的笑容 他意不意去地追上去 跟在李牧身边 笑着道 听闻大人已经返回 下官已经在县衙中 准备好了一切 长安府来的贵人郑先生 也让人准备了宴席 为大人洗尘接风 李牧没有说话 楚书丰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但却丝毫不以为 依旧千功地笑着 一副为李牧引路的样子 剑崖中 各个廊道和角落中 都站着全副武装铠甲鸣鸣的黑衣甲式 整个县崖 被拱卫的水泄不通 这是知府大人派下来保卫 郑存建先生的精锐黑甲军 郑先生身份特殊 因此知府大人 极为重视他的安全 每一个甲式 都是从长安府主战军团 长安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 楚书丰笑着道 言外之意 不外乎就是 知府大人都很重视 看重郑先生 李牧依旧没有说话 那些精锐铁血的甲式 甚至都不能吸引他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目光 这让一边暗中观察的 楚书丰心中微怒 呵呵 先让你得意一会儿 很快 就由你哭的时候 一个野蛮人一样的莽夫而已 还想要反了天不成 迟早乖乖的掉进 郑先生为你张开的大网之中 楚书丰在心中诅咒 但在表面上 他依然很巧妙的克制了下来 唯有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 很快 穿过回廊 来到了县衙前院的正堂之外 大约40多黑甲精锐 摆开了欢迎的阵势 刀枪如铃 惊奇飘舞 颇有一种铁血之气 笔之刚才在大牢门口 那些不战而逃的黑衣甲式 却是强悍了太多 每一个甲式的身上 都散发出一种生人物尽的森寒气息 太白县城的诸多大小纹粒 都站在院子里 占得笔直 李牧的到来 让他们中发出一片细微的喧哗声 一道道目光 朝着李牧看过来 表情复杂 但大多数目光中 都带着一种怜悯 甚至还有一些幸灾乐祸 唯有少数几个 略有担忧 但却也不敢说什么 在正堂的大门口 一个身形修长 五官俊秀的锦袍书生 面带着微笑站着 她的打扮 犹如世外隐世一样 手中一柄贺雨扇 轻轻摇动 一副不沾染成是 肩半点尘埃的模样 可惜的是 她脸颊上一个赤红色的胎记 却破坏了这一份 离尘所居一般的高人气质 让她的神态 有几分音质 这人 正是黑心秀才正存健 而在正存健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轻衣身影 面容俊秀 脸色显得极为苍白 安安静静 神色淡然 正是小书童清风 哈哈 听闻李大人返回 草民终于等到大人了 正存健脸上带着 令人如沐春风一般的笑容 从门口高台上 一步一步走下来 向李牧行了衣礼 仿佛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这样的表现 让被狱卒拖着来的 宁崇山不明 所以 头脑有点发猛 不是在通缉李牧 说好了要将这个小记事弄死的吗 怎么现在 郑先生竟然如此礼遇 他心中惊疑怒恨 却一语不发 近代事态发展 郑先生的手段 有的时候 他无法度测 生怕说出什么话来 扰乱了郑先生的计划 被抬在床板上的冯元新和真蒙两个人 映称着没有昏迷过去 看到这样的情景 心中也都暗暗交集起来 郑存健和楚书丰两个人的真面目 他们当日体会得清清楚楚 绝对是两条毒蛇 两条明显怀揣着对李牧不利目的的毒蛇 但是现在 这两条毒蛇却没有露出毒牙和毒性 而是露出了笑脸 给人的感觉 却更加阴毒惊险 只是 这样的场合中 他们却是不好再开口提醒李牧了 哈哈 听闻李大人追杀一些武林败类 这几日一只都不见踪影 让在下颇为担心 今日大人回来 在下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正存健真诚而又恳切地笑着 走过来 抬手来握李牧的手 一副老友见面的样子 到 在长安府的时候 就听说太白献出了一位大英雄 战力无双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 少年英姿 宛如天人 李牧看了一眼他 目光冰冷 然后 他又冷冷地看着正存健拍过来的手 没有说话 神色却是越发冰冷 一缕杀意 悄然迸发 正存健身体一将 一股寒气从尾追骨生腾了起来 他有一种错觉 此时的李牧 就像是一头圣幕之中的远古暴龙 只要自己不知好歹的将手落下去 触到李牧的身上 瞬间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于是 他的手掌 只能尴尬地将在半空 李牧嘴角 浮现出一丝轻蔑鄙夷夷的冷笑 他静止从正存健的身边走过去 踏着台阶 来到了清风的身边 得体的青色书同服 干钱静静 非常浓密的头发 也梳得一丝不乱 俊秀的脸和纤长白皙的手掌 也洗得很干净 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兰花的问道 除了紧紧的闭着的嘴唇有些红肿 面色有些苍白之外 小书同站的笔直 浑身上下 并没有丝毫受过刑的样子 李牧心中 略微松了一口气 他脸上的线条 终于柔和了一些 轻轻地柔了柔清风的头发 毕竟是一个小孩子 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看起来长安府来的这些人 并未为难他 你没事吧 他问道 角书同面带着微笑 抿着嘴 点头 角明月呢 怎么不见他 不会还没有返回县衙吧 李牧又问道 角书同依旧是面带着微笑 继续点头 李牧皱了皱眉 明月竟然还未返回县衙 那个该死的老乞丐 不会背信弃义 将这个呆逼罗里 直接拐跑了吧 李牧这么想着 看到清风的嘴唇红肿 还带着血丝 隐隐有一股药味 显然是敷了金疮药 问道 你的嘴 怎么了 哦 小家伙前日不小心 摔了一跤 磕到石阶上 把嘴磕破了 还磕掉了几颗门牙 心线惩处 书风连忙走过来 抢着回答道 然后又陪着笑 道 不信 你问清风 清风微笑着点点头 但李牧心中已经起疑 他蹲下来 看着小书童 抬手 去捏小家伙的嘴 脚书童神色金黄 朝后退去 别动 李牧伸手一拉 将小书童的衣袖拉起来 手臂臂弯上 一个触目惊心的乐痕出现 深深的乐进了肉中 皮肤完全溃烂 近乎于露出了下面的白骨 李牧大惊 这怎么回事 小书童低着头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的身躯 开始微微颤抖 额头上 一颗颗汗珠滑落 脸色越发苍白 犹如一张白纸 李牧看出来 这是因为疼痛 李牧次来一声 将小书童两条手臂上的衣袖 直接全部都撕了下来 这一看 他倒吸一口冷气 一条条争鸣 犹如毒蛇一般的乐痕 爬满了小书童 臂弯之上的两条胳膊 浮愧的烂肉散发出 一种恶臭的味道 之前被他身上 那股淡淡的 幽兰香味覆盖 所以不显 李牧心中震怒 他撕开小书童的领口 看到小书童的身上 也错综复杂地 布满了乐痕 肌肤干裂像是干涸的河床 令人一看之下 都觉得触目惊心 这样的伤势 实在是太恐怖 真的难以相信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清风还能念带微笑地站在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伤的你 李牧沉声地问道 一边的楚书风 见识不妙 连忙笑着道 李大人 这件事情 有点误会 他和一位假释 产生了一点冲突 闭嘴 李牧暴怒 回头 大喝 歌声如雷 仿佛有一股飓风 从他的口中爆发出去 轰击在了楚书风的胸口 清晰可见的骨头碎裂声之中 楚书风惨叫一声 直接从台阶上被击飞 摔出去五六米 整个院子里的所有人 都觉得好像是有一道滚雷 在自己的耳边炸裂一样 耳朵嗡嗡嗡地响起来 正存见的面色 变了又变 楚书风爬起来 脸上的表情痛苦 再也不伪装 阴毒地看着李牧 枪枪 黑衣甲是长枪刀剑指向了李牧的方向 李牧没有理会 你说 李牧回过头来 盯着清风 清风摇摇头 伸出手 在半空中写字 我没事 我没事 不用追究了 他需写出来的 是这样一句话 使他们逼你 不让你说出真相的吧 李牧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感动 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一定是有人对你说 你只有保持沉默 才能保护我 如果乱说话 很可能就会给我带来麻烦 比如我会被免关 会被下狱 会被杀头之类的 对不对 清风抬起手 又想要在空中写什么 但当他对上李牧的目光 他突然又写不下去了 我不用你保护 尤其是用这种方式保护 记住 记牢了 明白吧 李牧揉了揉清风的头发 站起来 转过身 道 大夫 过来为他疗伤吧 那位大夫答应一声 连忙跑过来 李牧看向正存剑等人 李大人 我们之间 可能有些误会 我 正存剑还想要说什么 从大牢中传来的消息 让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低估了李牧的实力 所以他才会摆出这样一个姿态 尽量避免硬碰硬 他在等一个人的到来 只要那个人到来 就不用怕李牧了 然而 李牧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跪下 李牧说 正存剑一证 什么 跪下说话 李牧看着他 你们对清风做了什么 谁下的命令 谁动的手 跪下来 151时给我说清楚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只有跪下 我才能控制自己 不现在就出手剁碎你 第九十九张剑骨头 正存剑的面色变了 他之所以摆出这样不愿意闹僵的姿态 只不过是因为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他不想太过于冒险 并不是说 他真的就怕了李牧 很多时候 哪怕是在有绝对把握的时候 他都更喜欢用一些计谋 用一些近乎于玩弄的手段 来解决事情 当对手在最为兴奋和激动的时候 突然被惊醒 然后于绝望之中陷入深渊 这个过程无疑是最令他有成就感的 看着一张张瘟于凤城的脸 哪怕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愤怒 但却不敢说 这种画面 最令正存见感觉到兴奋 而现在 他眼中的一个小老鼠 一个玩弄的对象 突然居高临下地让他跪下 让他在短暂的错愕和难以置信之后 郑存见立刻就陷入了巨大的愤怒之中 怎敢如此 李牧他怎敢如此 哈哈 李牧 你莫不是失心疯了不成 亲县城楚书风捂着胸口 大踏步地走到郑存见的身边 冷笑道 你知不知道 郑先生是什么身份 你知不知道 就算是知府里大人 对郑先生也是敬重有加 你知不知道 郑先生一句话 整个长安府县令吉的官员 没有一个敢反对 你知不知道 李牧目光落在这个 微胖英勾鼻的中年人身上 冷笑道 那你知不知道 你这种死跑龙套的 就该乖乖闭上嘴 还轮不到你说话 再避避一句废话 明年的今天 就会是你的忌日 楚书风面色惨变 他不知道避避是什么意思 但隐约也可以猜出来 在李牧目光的注视下 楚书风的嘴唇动了好几下 最终 一个字都没有敢说出来 乖 这就对了 死跑龙套的 就要有死跑龙套的觉悟 李牧面带不屑 这种狗腿子 多说几句 都是浪费唾沫 他看向郑存见 道 不贵 是吗 郑存见傲然冷笑 在长安府中 我只贵知府大人 你算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我 废话真特么的多 李牧身形一闪 犹如一道鬼魅一般 瞬间就出现了 郑存见的身前 抬手就拍了下去 轰 气流暴翼 郑存见的身上 竟是浮现出一个 椭圆形的护照 迸发着水蓝色的光运 将他整个人保护在其中 挡住了李牧的这一掌 疑 这是法力圆顿 李牧有点惊讶 他看得出来 郑存见绝对不是术士 身上竟然能够激发出法力盾牌 呵呵 你以为 我真的会没有一点防备吗 郑存见冷笑了起来 道 像是你这种蠻汉疯子 我见得多了 贱命一条 自以为可以无所顾忌 瓷器 不会与瓦罐硬碰 我若是没有丝毫的防备 又岂会 咔嚓 他话还没有说完 一声脆响 身上水蓝色的法力圆顿 就像是碎裂的玉石一样 寸寸断裂了开来 李牧收回手掌 他采用了不过十分之一的力量而已 这种级别的法力圆顿 与当日盲眼道人 轻衣中年术士施展的护身法力圈层差不多 放在前几日 李牧或许还需要费点力气 但是如今的李牧 比之前几日不仅是力量强横了数十倍 五道道理也在郭语卿的指点之下 明误了许多 破掉这种层级的法力圆顿 也不过是一念之间而已 何况 郑存剑自己 并非是术士 他的这个水蓝色护照 只不过是借着外力激发出来而已 水蓝色的光焰 丝丝缕缕地飘散在虚空中 郑存剑身上一个蓝色的玉佩 破碎成为粉末 飘散如烟 一滴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滑落 他的表情变得惊恐 悠兰之盾 碎碎了 我 郑存剑一副惊恐至极的表情 仿佛是已经被吓坏了 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 就在这时 犹如法丝崩断一般的激阔声响起 一盆牛毛一般的飞针 毫无征兆地从正存剑的尖头爆射出来 阳光下闪烁着有蓝色剧毒光丝 如此近距离之下 全部都射在了李牧的胸前 哈哈 你真以为 我只有一个法力护盾吗 他腹又冷笑了起来 牛蒙血毒针 砖破内气钢气 就算是宗师级的超一流高手 一旦被这毒针侵入体内 也会瞬间破功 毒针会在血管经络之中穿行 犹如虫衣啃尸一样 痛不欲生 是吗 李牧抬手扶去了胸前的幽蓝色针芒 嘲讽地道 还有什么手段 都用出来吧 我配合你眼下去 正存剑猛了 你 你怎么可能 你 他是真的有点害怕了 砖破五道强者内气的牛蒙针 竟然不能穿透李牧的身躯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李牧的身上 穿了什么护体宝衣 给我死 正存剑面色猙獰了起来 他的身形 微微颤动 身体各个关节 不可思议低一抖 然后就从身体不同部位 射出不同的暗器 甚至还喷出了各种毒性不同的毒物 还有三只体型极小 犹如飞蚁一般的活物毒虫 带着翅膀 尖叫着 朝李牧喷射过来 李牧站在原地 躲都没有躲 暗器 射在了他身上 毒物 喷在了他脸上 毒虫 咬在了他的脖子里 啪唧 李牧抬手 像是拍蚊子一样 一巴掌直接将飞蚁毒虫拍死 张口吸气 将毒物全部都呼进嘴里 然后从鼻子里喷出来 甚至他还很熟忍地 喷了五六个烟圈 一个个烟圈套起来 飘在了半空之中 久久不散 然后 随意地拍打了一下衣服 身上的暗器 全部都掉落在了地上 所有的暗器 勉强射穿了李牧的衣服 根本无法在李牧的皮肤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如今的李牧 身体全部的骨骼皮肉 都被他自己打碎重塑了一遍 就如同打铁一般 将体内后天损耗积累的杂志和暗伤 全部都治愈 整个重塑的过程 都是以先天宫配合这个世界的灵气助就 等于是一次重生 近乎于创造出一个先天之体 可以说 在九龙瀑布的暗河山洞之中的经历 是李牧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 最凄惨的一次 但也是实力提升最为变态的一次 走过了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融会贯通了真五拳第三式崩天裂 肉体强度在上升一层 一旦刻意防备的状态下 几乎宛如钢铁一样 别说是这种软肌阔的暗器 就算是何易进一流高手用刀剑砍在身上 也只不过是勉强留下一个白色印痕而已 根本无法斩破 暗器兜射不破 毒虫自然也咬不破 至于毒气 对于李牧来说 先天宫的呼吸节奏之下 就算是时间剧毒被吸入口中废中 也可以一丝不胜地重新呼出来 根本难以侵入他的机体内部 正存见施展出来的这一切 不可谓不阴毒 随便换一个其他的舞者 哪怕是宗师境界的超一流高手 在如此近的距离 只怕是早就被杀死了五六次了 可惜 他遇到的李牧 表演完了吗 李牧唧窍地笑着 正存见的心 一点一点地省下去了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这些手段 竟然在李牧的身上 毫无效果 难道这个李牧 已经是超越了宗师境 达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一个十四岁的大宗师 正存见想一想 都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他意识到 自己这一次太白线之行 也许真的招惹了一个 不该招惹的小怪物 我 他看向李牧 试图在说什么 李牧似笑非笑 我说过 让你跪着说话 正存见一张脸 顿时仗红如铜珠肝一样 他当然不想跪 因为这一跪 意味着从此之后 他黑心秀才在整个 长安府官僚之中 营造的那种恐怖形象和地位 就会瞬间崩塌 威望这种东西 建立起来很难 但摧毁却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今日跪了以后 日后大小官员们见到他 哪怕依旧表面上 尊敬谄媚 但是背地理怎么想 却很难说了 但是 以他的头脑 他却知道 此时此刻 自己不得不跪 因为眼前的这个小怪物 真的是无所顾忌 郑存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下乃是一介不依平民 见到县尊大人 李颖行礼 说着 双膝一弯 就要跪下去 他可以说自己是平民 李牧是县尊官僧 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哪怕是日后传扬出去 一个不依平民 跪一下帝国官身的现尊 其实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操作得好 反而可以成为他正存见深贵不傲的美谈谈资 谁知道李牧冷漠地道 已经晚了 咔嚓咔嚓 两声脆响 难以形容的剧痛从膝盖处涌来 正存见的身躯 瘫软下去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腿 以一个触目惊心的角度曲折 膝盖骨完全被踢碎了 腿骨也折断了 鲜血顺着戳破了皮肉的骨头 茶子流淌下来 瞬间就染红了正存见的衣服 依旧衣服下面的地面 李牧的身形一闪 重新回头到了清风的身边 见骨头 非要我动手 他看着黑心秀才正存见 比一地道 啊 啊啊啊 我 这个时候 正存见仿佛才反应过来 他惊恐万壮地尖叫了起来 发出奇怪诡异的声音 像是一头坠入陷阱绝望的土兽 发出各种不明所以的尖叫声 以往 都是他看别人痛苦哀嚎 这么多年以来 何曾见过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伤势 这就是来自长安府的贵人 垃圾还不如 李牧呸了一口 目光扫过楚书丰等其他人 还有那些号称精锐的黑衣甲士 不容置疑地道 都跪下 跪下说话 否则 这个正什么来着 就是你们的下场 第100章歌腕 面对着肆无忌惮的李牧 不管是楚书丰还是几位黑甲军的偏僵 都没有什么犹豫 全部都跪了下来 尤其是楚书丰 他本身就是新任的太白献献成 身份地位 本身就在李牧之下 因此跪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而一边被拖着的新典史宁重删 看到这样一幕 心中发寒 直接闭着眼睛装死了 李斌根本就是吓傻了 瑟瑟发抖 预感到了悲惨命运的到来 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选择 他一定会在被救出县衙大牢之后 第一时间逃离太白献成这个梦魇之地 逃得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回到这里 至于什么报复复仇之类的 更是不想再提 全场身份最高的郑先生 都被打断了腿 如狗一样躺在地上 其他人还能如何 心中不服不愤的 唯有几位黑甲军的偏僵 但见识了李牧那催枯拉朽一般的实力 他们又能如何 他们不认为自己还要比郑先生具有威慑力 李牧连郑先生都敢如此侮辱 那打断他们的腿 还不跟完似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们也都低着头 跪了下来 李牧身居高处 扫过这些人 嘴角露出机窍之色 一群耸逼 战斗力不足舞的喳喳 还学人家玩什么阴谋诡计 弱智 他对郑存健 楚书风等人 做出了最直接的评价 郑存健这时 停止了哀嚎 神情颓躺 模样狼狈 躺在地上 一言不发 但是这个黑心秀才的一双眼睛里 却流露出毒蛇一般阴痕歹毒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李牧 仿佛是要将李牧的模样 牢牢记住一样 李牧对此 毫无所谓 以前 他在村里的屠宰场杀猪的前几年 手艺没有熟练 那些一刀筒不死的猪 疼得发疯的时候 眼睛里的疯狂凶狠 要比正存健可怕多了 连眼神 都比不过一头猪 有什么可怕 将比较之下 李牧更关心小书童的具体伤势 他来到清风跟前 看了看已经彻底检查完毕的大夫 道 伤势如何 那大夫神色复杂 看着清风的目光 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敬佩 道 小公子不愧是大人身边的人 伤势如此严重 却还能面色如常 和当日大人拔剑疗伤一样令人震惊 说了两句感慨之后 他才反映过来李牧所关注的重点 连忙道 大人无需太过于担心 小公子身上 大部分都是一些皮外伤 需要敷药 敬养 食补即可 并无性命之忧 只是 只是 说到后面 大夫的语气 就有点犹豫了 只是什么 李牧隐约感觉到了 他语气之中的不妙 只是小公子的双腿 各有两处落痕 伸及腿骨 因为时间过长 下肢骨肉坏死 小人只怕事 不敢保证 而且 牙齿乃是被顿气敲掉 以小公子的年龄 却很难再长出来了 需要安装假牙 大夫说得很委婉 但李牧脑子里 确实轰的一声 明白了他的意思 脚疏同清风 很有可能失去双腿 贵 变成残忌 不可能 刚才这个小家伙 分明还站得这么直 这么稳 怎么会 李牧也不顾其他 掀起小书童的跑摆 一看之下 他整个人几乎被怒火淹没 原来 跑摆之下 小书童的双腿肌肉 已经变得乌青乌黑 显然大部分都已经坏死 渗出一缕缕黑色的血水 坏死的肌肉仿佛是随时 都可以脱落一样 而他之所以站得这么直 站得这么稳 只不过是腿部被安装了数个铁条 将他的肌肉 将他整个人的上半身 都固定在了原地一样 这样的伤势 就算是在地球 现代艺术极度高明的时代 只怕是也只能结枝了吧 公子 我 我没事 我 你不要 冲动 我 小书童的脸色 越发地苍白 神情开始有一点恍惚 视线模糊了起来 身形也摇摇晃晃起来 他之前 之所以一直都撑着 是因为不想给李牧带来麻烦 也不想李牧因此而做出 太过于冲动的事情 但是 现在一切都被揭穿 他知道自己瞒不了李牧 精神难免松懈 这一口气松下来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却已经就要失去意识了 李牧心中 越发愧疚 可有办法 保住双腿 李牧看向大夫 大夫面露为难之色 苦苦思索 半赏 道 失血过多 肌肉坏死 伤及本源 保住上腿 很难很难 除非有传说传说之中 蕴含着极大生机力量的神草仙药 或许有一线生机 可是那种神草仙药 可遇不可求 现成诸大药商 都不会有 只有皇家神宗 或许 神草仙药 都是当时其真 自然是被上位者拥有 如帝国皇室 超级宗门等等 这样的说法 几乎是断绝了所有的可能 李牧柔着眉心 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去皇室宗门抢 时间来不及了 而且也不一定抢得来 高价购买 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 各种想法 似乎都不太现实 强大生机的先要神草 强大生机的先要神草 等等 强大生机 李牧的脑海之中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看向大夫 道 只需要拥有强大生机之物 为京风补充本源生机即可 不一定是神药仙草 对吧 这 大夫愣了愣 仔细想想 道 的确是这样 理论上可行 但一般蕴含有强大生机之物 只有神药仙草等天生至宝 这就是了 李牧听完 直接下去 从一位跪倒在地的黑衣甲式腰间 抽出了长剑 反手一剑 刺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钉 金属碰撞一般的声音 长剑剑尖崩掉了一截 阿烈 李牧呆了呆 那黑衣甲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吓了一跳 而其他众人 也都被献尊大人这样的举动 给弄得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情况 剑尊大人为何突然要自残 妈的 这么硬 李牧挥动断剑 枪枪枪枪在手臂上 连续砍了自己好几下 但是在一片金属浇明一般的诡异声音之中 那饼剑就像是泥塑的一样断裂了开来 只剩下了一个剑柄 这让李牧有点抓狂 一直以来 李牧对于自己每一次突破之后的实力提升 实际上是并没有明显准确的 估计的 因为这个武道星球上的修炼体系 其实是和老神棍传授给他的两大功法修炼体系 有着较大的差距 就像是这一次 突破了真武权的第三实力天崩之后 体质到底强悍到了什么程度 他自己也没有实验过 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 如今自己的皮肉 竟然已经坚韧到连利剑都不能战破的程度了 这可怎么办 李大人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了 而其他人则是都看得瞠目结舌 哪怕是黑心秀才正存见也不例外 这个李牧根本就是一个怪物吧 虽然不知道李牧在发什么疯 但利剑斩在手臂上 非但不能战破一丝丝的皮肉 反而是将长剑都给震碎了 这那可是黑衣假式的利剑啊 是长安府能功巧将精心打造 堪称是吹毛断发 竟然斩不破血肉之躯 这个李牧不会是个妖怪吧 一些黑衣假式 楚书风装死的宁崇山等人 心里都是到吸冷气 刚才稍微兴起的一点点反抗的念头 在这一瞬间全部都烟消云散 对着这样一个刀剑不清的怪物 还怎么打 李牧确实没有想这么多 他有点失望地将长剑丢在一边 可惜手中并无什么神兵力气 仔细想了想 偏指如剑 运转了我新天剑的心法 以先天宫配合 就看指尖之上 隐隐浮现出一缕类似于金属一般的色泽 李牧虽然才得到我新天剑的心法 但与郭与清的讨论交流之下 已经是有极深的造诣 加之他这具身体 本身就极为变态 对于各种舞蹈的接受力极强 所以才短短几日时间 对于我新天剑心法 就有了一定的造诣 他用金属色泽般的手指 轻轻地划过自己的手腕 皮肤被无声无息地割开 尖血流淌了出来 李牧来到大夫跟前 将自己的鲜血 滴入到一个用来剩药的药碗之中 转眼之间就剩了半碗 一股带着淡淡香味的血腥气 弥漫起来 大人 这是大夫惊讶 他发现 碗中的血液 有点诡异 似乎是弥漫出淡淡的血色阴晕 犹如跳动着的火焰一样 这根本不似是人血 因为距离近的关系 大夫甚至隐约感觉到 这血液中 有一股淡淡的炙热气息 我的血 蕴含着强大的生命之气 你试试吧 或许可以保住清风的双腿 李牧呲牙咧嘴地道 手腕割开的感觉 真特么的疼啊 因为修炼先天功 又融合了浇血的原因 李牧的生机 连郭雨卿都赞叹不止 血气旺盛 鲜血之中 必然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时候 李牧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至于血型是不是吻合之类的 已经顾不上了 而且这也不是输血 大夫这才明白 原来李牧更万取血 竟然是这个目的 缴人必当全力施违 大夫心中震撼且感动 为了一个小书童 愿意割腕献血的人意官员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非常罕见了 而且 从李牧刚才的举动来看 他也毫不怀疑 要是李牧的手中 真的有神药仙草 也会毫不迟疑地用来给小书童续命 此时 小书童已经有点支撑不住 失去了意识 带他去后哑巴 李牧松了一口气 心中还有牵挂 想了想 摆摆手 疗伤需要清静之地 冯元新 马军武和真蒙几位大人 一起带到后哑去吧 安心静养 此间的事情 已经不会再生什么波澜了 话音未落 哦 只怕是未必吧 一个阴沉的声音 突然毫无征兆地在县衙中响起 一直都闭口不语的正存见 这个时候 眼眸之中 暴射出奇光 脸上不可遏制地出现了喜色 终于 来了 在这一天的声音 都会让你来的 来吧 我以为是